张泽天4月25日 这段案件相关的视频在网上曝光在线舆论热潮 该事件从2018年8月开始 刘强东因一肆强奸 被美国警方逮捕 随后 因无法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 决定不对其提出刑事诉讼 2019年4月16日 刘强东性坚案 女主流经有雷真妙 因一正式向明尼苏达阿伯里斯法院提起诉讼 称自己在2018年8月30日 被刘强东强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